在情感的推动之下 要求对这份情感再体验 由于这种再体验 仍然在情感的领域当中的 它就要求形象说话 这是真正的动力 这种形象的说话 就是由情感推动出来的想象力 想象力并不离开生命情感 艺术的想象力 都是以情感为它的动力的 这种想象力的实现 就是把生活中的设计体验 构作成形象 由于构作成形象 就完成了对体验的再体验 这些都是对艺术作品的 存在方式的基本讨论 其实每一个概念都是必要的 这个英国 一个唯一名论的哲学家 叫奥卡姆 他有一个原则 叫奥卡姆剃刀 艺术哲学是一种理论 他来讲艺术的 说明艺术的 说明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 和说明艺术创作的过程 这一套理论自然有一大堆概念 这些概念有没有理由陈列 我们要用奥卡姆剃刀 来剃一剃 我们讨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 从物件开始的 物件这个概念开始的 讨论到物相到异相的 相意的转变 那么相意这个概念来了 综合性陈述 这些概念来 相意群来了 然后有一个 形式完成性的语境也来了 这些概念 是否必要 这是顺带谈一谈理论的 这个建构 它的前提是 一系列概念的形成 假如这个概念是 可以拿叫不用的 也能说明问题的 这概念就是多余的 这就是著名的奥卡姆剃刀 所以我们如果 我们现在在大学期间了 我们学一门理论 无论是物理学理论 或者化学理论 或者经济学理论 你都得想一想 这门理论 现在给出的这几个概念 它有理由成立吗 如果不用这个概念 也能说明问题 它就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剃掉 举一个例子 化学曾经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叫燃数 听说过吧 因为有一种东西能燃烧 有另外一类东西是不能燃烧的 那么能燃烧的东西 和不能燃烧的东西 为什么有些东西能燃烧 有些东西不能燃烧呢 为了解释这种可燃性问题 于是在人的头脑当中 形成一个概念叫燃数 说某些物体是能够燃烧的 因为它包含什么 燃数 某些物体是不能燃烧的 因为它不含燃数 这个概念似乎能够说明问题 但这个概念不能成立 化学要经历过一次革命 通过拉瓦系 发现燃烧其实是氧化反应 既然你明白了氧化反应 这个燃烧的真相 它就是个化学反应过程的话 燃数这概念还能站住脚吗 它是多余的 于是用奥卡姆提掉 那么同样我们在学习 一门理论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 我们从讲艺术作品的 存在方式开始 给出的一些的概念 能不能把它剃掉 这是我思考艺术哲学问题的时候 经过的一个思考过程 后来发现是不能剃掉的 比如说物件你能剃掉吗 物件这个概念 在讨论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当中 是必不可少的概念 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是一个物件 这一点可以同意 无法否认 但是物件不能成其为艺术作品 光是物件不等于艺术作品 它必须发生转化 于是下面一个概念来叫相依 相依 为什么这个相一定要呢 因为物件作为艺术作品作为物件 不是一个实用的器具 樊高画那双农鞋 并不是可以拿下来套在我们的脚上 它不是一个物件 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物件 它艺术作品作为一个物件 就是物像的呈现 但是物像的呈现并不能保证它是艺术作品 一个工艺品也是有物像 它可能制作得非常精美 它不能担保它就是艺术作品 所以必须有一个概念要来 叫相依 然后作品总是不是一个单纯的相依 它是一群相依 相依群也就来了 那么这一群相依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它是情感的保存和呈现 那么情感如何在形象当中得以展现呢 是因为我们对生活中的情感 做了再体验 这样就形成一个关于艺术作品的 形式完成语境这样的概念 那么底下我们上一次已经开始提到了 一个艺术作品的整体就是一个形式完成性语境 这个形式完成性语境呢 我们虽然用了语境这个词 但是我们别忘了 它仍然是形象 仍然是可供观照的 所以每一部艺术作品都给我们一个vision 就是示意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可以普范地说 对任何作品的接受都是一种观看 我们读一首诗 我们也是在观看 为什么这首诗不是一大堆概念教给我们 词语在诗当中 呈现为形象 所以读诗也是观看 这就是广义上的 听音乐似乎只是耳朵在听是吧 但是一部艺术作品呈现出它的形象来 一部音乐作品 于是我们也说观看 所以我们对面对艺术作品 我们就是观者 那么背观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作品的诗语 vision 以绘画作例子 我们会看到这是一幅山水画 那是一幅花鸟画 那么到了有vision 直接被看到的 诗语 称其为外在诗语 你一眼可以折观到 External Vision 但是一部作品 如果只是仅仅可以给我们 获得那个直观到的vision 那么它还不是艺术作品 所以必须引进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Internal Vision 现在我们讲到关键处了 所谓内在诗语 就像这个莱布尼茨所说的 德国的古典哲学的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对一部艺术作品来说 比如说画家知道这幅画 之所以是画 那幅画之所以不是真正的绘画 所以因为那幅画缺少一点 我说不出来的什么 那个说不出来的什么 是让莱布尼茨感到 很困惑的事情 后来他的一个弟子 Bomb Garden 想要把说不出来的什么 说出来 于是发表了第一部美学著作 以美学命名的著作 现在艺术哲学 对艺术作品的讨论 到了最关键的地方了 就是一部艺术作品 为什么承其为艺术作品 它有一种 无法用理论来表达的东西 比方说你对一部 山水画只可以做讨论 他那幅画画了山 画了水 那个维尔的冲山峻林 被他描绘出来了 我们定可以对他的 这绘画的技巧做讨论 对他所画的那座山 做讨论 他画山跟别人画山 有什么不同 比方说石涛 对吧 山水画是很出名的 石涛笔下的山 是如何被绘画出来的 尽可以做这些讨论 但是这些都不是 对艺术作品 作为作品存在的讨论 一幅画可以画得蛮漂亮的 那幅 那个山也画得很逼真的 那个external vision 都确实存在了 但是他如果是不作品的话 他必须包含什么 必须包含 由他的外部思约 外在思约 所引导我们进去的 那个internal vision 这件事情 说起来就比较神秘 难以表达 我们举一个例子 王安石的一首六言诗 阳柳明条绿暗 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杯春水 白头相见江南 一首短短的六言诗 这首诗里边 有没有external vision 外在思约有吗 而且还描绘得非常好 是吧 那个初夏时分啊 夏天来了 这个阳柳树上有什么 这个条就是资料 禅 的名叫 听到了 这个阳柳的绿已经 变得暗了 就很浓很浓的绿 叫绿暗 那么 那么荷花已经开放了 在日落的余晖当中 它红的让我们像要醉了一样 红寒 这是感受到的这种红啊 醉了我们的红 三十六杯春水 这里都背了 就是池塘啊 一片又一片的池塘 连成一大片 阎齐多尔 三十六 都是春水 如果这首诗仅仅是前三句呢 它有没有inturnal vision 没有内在诗语 它只是对江南出下的景象的 非常生动的 必争的 甚至是感人的描述 描绘 这首诗如果没有最后一句 你不能说它是艺术作品 正因为这最后一句 把上面三句所描写出来的景象 江南出下的景象 打开了 打开为一个非常宽广的内在诗语 想一想为什么 白头相见江南 白头就能老了是吧 又回到自己的故乡江南了 多年流散的固有 曾经是童年和少年的时候的伙伴 大家都流落他乡 或围观去了 或经商去了 或干别的什么事 曾经有过幻海的臣佛 如今老了 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那是江南 景色依然的美好是吧 再最后一句 白头相见 江南 这个用一首诗比较方便 讲课方便 就是我们看每一个真正的艺术作品 它都展开了一个内在的诗语 而不会让我们仅仅停留在它那个外在诗语上 于是这首诗作为一首作品就成立了 就像那个天津沙小岭 短短的 库藤老树荒压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秀嘛 都是exturnal vision 必须有最后一句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于是前面的三种 那个相依群 就构成了一个整个一个 形色完成性语境 而就在这形色完成性语境当中 一种东西客观的存在了 这种东西叫什么 内在私欲 所以中国人那句话说得好 真正的艺术作品都是言有尽而 亦无穷 他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指认 这个内在私欲是怎么回事 来度量他是无法度量的 因为他是一个 生命情感的世界展现 所以我们就不得不用这样一个概念 叫内在私欲 一部作品如果光有外在私欲 这个私欲哪怕在审美的趣味上 如何吸引我们也没有 他不是艺术作品 杨柳明条绿案 这个案子用得多好 落日 荷花落日 红憨 一个憨子用得多好 一个憨子 一个憨子是吧 来了吧 这一切都可以看成是 对王安舍周首诗的一个 艺术的创作的评价 形象是那么的具有感染力 是吧 但是即使他有这么多好处 他还不是一部艺术作品 如果没有最后一句的话 他还不是艺术作品 他是个做得很好的工艺品 所以一个严格的区分来了 我们讨论艺术作品的客观存在 它存在在哪里 不是存在在这些 比如说这首诗的用词的 那个恰大好处 那种力量 暗憨 当然要有这个东西 光这些东西不能构成作品的 作品的客观存在是它展开了一个 内在寺院 让我们后人 我们不是王安舍也不是他的少年 有人现在老了相见 我们人生都如此 骚光一世 几十年 无论在哪个生活领域里面折腾过了 是吧 如今老了 回到自己的故乡 童年和少年 曾经在这里寄托过生命理想的地方 现在又回来了 王安舍就用一句话来说的 白头相见 于是前面删去全有了意义 这个意义不在它被描写的生动上 而在于一个内在寺院的开启上 我们刚才以王安舍之首六言诗 做了一个例子 我们知道任何艺术创作 都有一个对外部事物的形象 所做的一种制作 我们尽可以在制作的技巧上 技巧上来评价 那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比方说我们说一个暗字用的好 绿暗 一个憨字用的好 红憨 那个写诗都讲究一个炼字嘛 要找到最恰当的智 所以真正的文学家 在他的语言中 他的母语当中 是不会有什么同意词的 没有同意词的 这是一个特征 所以他要寻找最 终于要找到那个字 但是当我们对作品 做这样的讨论的时候 我们其实也就是 对作品创作技巧的讨论 我们通过这种讨论 可以说出这部作品的审美价值 但是还没有说出 这部作品的作品存在 全部问题的关键在这里 引导我们艺术批评的一条歧途 就是不断地对作品的 创作技巧进行讨论 其实那叫讲的彻底一点 叫公益学讨论 这种讨论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呢 也许对于创作者本能来说有好处 比方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语言的艺术 比如说汉语作诗 我们曾经有过 怎样的不同的艺术手法 不同的造句方法 盗装的对账的等等 诸如此类 这些东西呢 当然可以学习 对于专家人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一切的要素 都不能构成作品存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很根本的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一点上 严格地区分了工艺品和艺术作品 做得很好的工艺品 一定有 也有这个艺术技巧的运用 于是这些工艺品 也得给我们带来了审美价值 满足了我们的审美趣味 但是对艺术作品的接受 并不是个审美趣味的满足 就像工艺品也能满足 我们的审美趣味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用这样一个概念 叫Internal Vision的打开 就内在世悦的打开 这个概念 用我们中国美学思想来 古代美学思想来说 就是画镜的意思 光是前面三句 比方说首诗 没有画镜 就是被描写得非常好的镜 但是那个画镜没有 由于最后一句的出现 把前面的所有被描写的镜像 都揽上了一封惆怅 一封伤感 一种对生命的好叹 种种般 一言难尽 我们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中国文学已经一直在讨论的 包括王国伟也讨论的 就景和秦的什么 交流 情景交流 一所作品的创作 没有景是不行的 就是没形象不行 但是秦如何进入形象 这是最难的地方 一旦进去了 此景已经转化了 单纯的景就是 exturnal vision 如果这封景 承载着 那种广阔深厚的情感 那叫什么 in tonal vision 内在识悦 内在识悦 那么中国美学是想讲化镜 化镜 所以内在识悦这个概念听上去蛮神秘的 其实也不神秘 后来王国伟先生非常得意的是什么 我们知道他写的那个什么 人间词画 在中国的词论当中 他认为他自己是什么 避开生面的 念错了两个字 叫什么 境界 一个界字来自佛学了 境界这个概念本来也是 怎么会进入汉语 就是翻阅佛经 我们有了境界这个词了 拿他用来讨论艺术 讨论诗歌的文学价值 那么王国伟以此自豪的是吧 因为在他之前境界这个词 还不能作为一个专门的词 来讨论诗歌作品的高低忧虑 那么在这之前 比方说有一位词论家 叫陈廷卓 他用的是什么呢 叫陈域 陈对应于佛 域对应于保 一首好的是 不能佛不能保 要陈域 后来王国伟认为他还不够 还没到 所以境界二字最好 境界说就提出来了 其实境界说就是内在四月说 王国伟拿这个标准 比如说评判了 讨论了他 词话就要讨论具体的词作是吧 比方说为什么要把宋徽宗的那首词 也是写王国之军之痛苦的 和礼遇的那首词是吧 做了一个比较 左眼点也还是什么 境界 画境或境界或内在四月 基本上是同一个意思 当我们讨论到一所作品的作品存在的时候 终于讨论到了这个internal vision 就内在四月上了 境界有大小之分 就是内在四月有大小 这个大小不是作品的外在规模的大小 一首短短的诗 可能有非常深广的内在四月 那么这首词的艺术价值就非常高了 有一首长长的诗 它的内在四月是狭窄的 并不深广 那么它的艺术价值 也就自然比较低了 所以这样讨论到内在四月这个概念的时候 也就给出了什么 给出了我们评判艺术作品的价值等级的一个基本标准 这就是这个概念的重要性了 我们确实不断在讨论着 艺术作品的价值的高下 否则我们就不必讨论 不必有什么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每部作品都有它存在的理由 那就罢了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这不符合艺术的历史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 约翰斯特劳斯跟贝多锋同样伟大 约翰斯特劳斯当然创作了 一系列真正的音乐作品了 贝多锋也创作了一系列真正的音乐作品 但是确实有高低优劣 有高下之分 我们必须承认约翰斯特劳斯的那些原舞曲 作为音乐作品是真实存在 他有Internal Vision 他有内在思约的 但你无论如何不能说 他的内在思约 跟贝多锋应有作品的内在思约 同样的深广 这句话你说不出来 约翰斯特劳斯的音乐是 他的旋律是优美的 常常是非常感人的 对不对 我们也必须承认 假如说一个音乐家的 伟大程度是由他的创作的旋律的优美程度来标志的话 那么我们甚至可以说 约翰斯特劳斯 被贝多芬更伟大 约翰斯特劳斯的原舞曲是快至人口的吧 你跟出他哼唱是很快乐的事情 还有柴可夫斯基也是个旋律大师 他创作的音乐作品的旋律都是美的 但是你看 你听那个柏拉姆斯有些作品 有许多旋律听上去并不美 对吧 一件事你还觉得他枯燥 跟你有距离呢 对吧 但是你不能说 一个创作说许多优美旋律的音乐家 就是最伟大的音乐家 不是这样 对吧